林若雪,你考虑得怎么样啊?三千万和我在一起 对不起,无少,我已经结婚了 若雪,这中海市谁也不知道他苏晨就是个废物 听说他最近还在当清洁工 就这样的垃圾,怎么能配得上呢 无少,请你自重 若雪,这中海市只有我能帮你 渡过公司危机,所以我就劝你 找死啊 苏晨,你干什么 这不是你给大名那么换我 能耐不大,脾气闹不小了 对不起,无少,是我管的要不赢 对不起,无少,给我滚出公司 若雪,算了,不要生气 看在你的面子上,就不很难计较了 就是心态你家这么个废物 若雪,我走了啊 但记住,今天我跟你说的,你好好考虑一下 为了若雪山眉,好吗,走了 苏晨,公司的情况你清楚,我不能得罪他 所以还是为了钱,钱真的很重要吗 你怎么能这么想 这三年,你吃我的,住我的,你有什么脸说出这种话 等你能拿出三千万的时候 再来跟我说交吧 三千万,真的很多吗 老奴,陈天和参见二少爷 家族考验即将结束 您三百亿已经提前解封 恭喜二少爷回归 回来了 嗯 动手吧,我欠你一巴掌 你打回来我们就两清了 你说我老婆,我干嘛要打你啊 这一巴掌,我会少无信要回来的 吴家旗下的熊号集团是整个中海市的定级财团 我们公司和熊号集团比起来连蚂蚁都算不上 你不春牛能死吗 我说到做到 算了,我很累了 欠你那一巴掌,你可以随时要回去 等一下 公司的危机我会解决的 你能不能不要去找无信了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我帮你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吧 二少爷,您咖啡 二少爷 为了家族的考验 您曾以身份,化命苏晨 屈尊,住之林家 这三年来,您受委屈了 苏晨,陈北 你说谁能想到 林家的废物追逐 就是三年前全市滔天的陈家二少爷 家族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少爷,现在离三年之期 还有最后一个月 三年之期一到 您就会慢慢恢复陈家家族的审败 到时候,整个云城陈家 都是您的 陈北的名字 也将再次享受整个华夏 行了,行了,行了 别老拍马屁了 我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希望你去报 二少爷,你去说 以我的名义,投资弱血传媒 做空吴家 吴家不算什么 可是吴家的背后 我不管他背后是谁 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就是天王老子 我也得断他一条腿 少爷,吴家的背后就是您啊 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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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吴志诚吗? 当年你援助过他 是你陆下的一枚棋子 他现在就是吴家的家主 吴姓的亲爷爷 吴志诚? 吹吹吹 要钱没有,要命条 你曾经也是个人物 如今却落到这幅境地 你甘心吗? 虎鹿平阳 被犬欺啊 想东山再起吗 我可以帮你 帮我? 就你? 不够吗? 你凭什么? 我叫陈北 陈二少爷 陈北? 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别让我失望了 谢陈少大恩 是他呀 没想到这才几年 他就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不过你不用管这个 我必须要做公吴家 我要让吴信 跪下来 给我当面认错 若雪 这件事呢 就这么定了 你今天就和苏晨离婚 嫁给吴绍 妈 我都跟您说了 我不喜欢吴细 吴绍可是雄号集团的 邵东家 身家上亿 你不喜欢吴绍 难道还喜欢苏晨的废物吗 我不管 你今天 一定要和苏晨离婚 哟 阿姨 大清早的和谁生气呢 您消消气 别伤患了身子 若雪 你也是的 阿姨是长辈 我们这种做晚辈的 可不能让人长辈生气 吴绍 这是我的家事 和你没有关系 你怎么和吴绍说话的呀 赶紧和他道歉 阿姨没事 只要是若雪 都不会生气的 你看看 这么好的男人 打的灯都找不到 你还犹豫什么呢 若雪 昨天说的事 考虑怎么样 吴绍 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没有可能 如果你想注资 我可以让出一部分股份 若雪 你还不明白吗 我要的是股份吗 我要的是你呀 只要你愿意 跟我在一起 三千万 一分不少 立马送到 若雪 你还在想什么呢 你难道真想 和那个废物在一起吗 妈 吴绍 接下来是我的家事 请你先离开 我们后面 再谈注资的事 哎 若雪 我是可以等的 但是你的若雪传媒 可就没时间等了 林总 不好让 问一三全公毁约 银行要求我们 立刻还清贷款 女儿 我们是不是要破产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若雪 快点做选择吧 没时间了 我 看来 我来了就是时候啊 你是什么人 谁要进来的 请问 谁是林若雪 林总 你好 我是林若雪 请问您是 陈佳 你是陈佳人 陈佳 什么陈佳 在中海市只有我 诶 什么 陈佳 我是从云城过来的 云城 陈佳 富可敌国 全世从天 哎呀 刚好是我有眼无处了 哎呀 请您见谅啊 我今天来呢 陈佳是代表我们家少爷陈佳 和你们公司谈合作 合作 和我 嗯 我们家少爷愿意出三个亿 三个亿 购买一半的股权 当然了 我们家少爷也绝不干涉你正常工作 他只要股权 这是合同 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签了吧 我要回去交差 若雪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快 快签了呀 妙媚的问一下 陈北 陈家二少 为什么要给我投资 我只是听命办出来 至于原因呢 我想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行了 那就这样了啊 再见 怪不得你三番五次的拒绝我 原来 贝弟勾搭上清楚了 你真的是又当又利呀 还说什么 不会和那个废友苏神离婚 我看你背地里给他戴了 不知道多少个绿帽子 你再乱说 再污蔑我 小心我报警了 你敢欺负我呀 我给你劈了 沉北沉腰 就是不一样 说话都引起了 我是得罪不起陈家 可你以为大少真喜欢你 在人家大少的眼里 不过就是个玩物 用不了独装就会抛弃 你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 还这么跟我说话 等你被程了说 我问你的时候 不要跪下来求我 喂 爷呀 兔崽子 你死到哪里去了 公司快破产了 快滚回来 啊 少爷 您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做好 您现在已经是 热血传媒最大的股东 熊号集团那边 我已经让函水鬼处理了 在当年您的远处下 他现在是中海市地下的枭雄 参见少爷 财水鬼 有印象 挺不错的 谢少爷夸奖 少爷 云城陈家那边也有消息 家里一些人知道您 可完成考验之后啊 有一些不安分 说我大哥呀 他是家里的长子 家族选母的技巧 他能论一下 二少爷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才是家族对我最后的考验 如果我连这个整天花天酒地的大哥都搞不定 我怎么接受家族呀 嗯 是是是 少爷 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兔崽子 你竟然该得罪 寒水鬼 你是想要熊后集团破产吗 三大巨头之一的寒水鬼 爷爷 您别开玩笑了 我哪敢招惹那些人 还敢狡辩 你看嘛 是落西山 胡家一处 短短的半天的时间了 熊后集团做空了 胡家完了 爷爷 您就算给我一百个胆 那不一万个胆子 我都不敢招惹那些全市通天的人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必须尽快挽救集团 这么厉害的敌人 我们怎么办 只有找到一个人 胡家才有活的机会 是谁 你还记得八年前吗 那时候胡家落魄 我得到了贵人的相助 才东山再起 这个贵人啊 就是云城城家 城北 没想到 我们背后的靠山 圣城二少 那我们在中海市 没人能挡得住我们了 不行 我要让寒水鬼给我跪下 乘臣服 只要纯日少爷出手 寒水鬼啊 自然不算什么 则是二少爷行踪啊 飘户不定 听说他三年前就离开了 陈家 电话也联系不上他 哦 我知道我知道 今天城二少还给若雪传媒投资了 那林若雪 一定知道 那我就得给 林若雪求人了 我也没求过人啊 然后试试 苏晨 这里是中海市最顶级的餐厅 不是会员根本无权进入 我们这样偷偷溜进来 被发信就完了 放心吧 有我在 再说了 今天是我老婆生日 我破费一点怎么了 今天 是我生日啊 对啊 你别老把自己逼那么紧 没事 也要放松一下 走吧 嗯 苏先生 一切还是按照您以前的习惯来吗 对 我老婆不能吃了 准备了吗 您交代的 我这片都已经三幅下去了 好 有请 你以前经常来这里 刚刚那个 不会是你找的演员吧 怎么会呢 我今天 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是 钻戒 这么大的钻戒 起码要上百万 苏晨 你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了吧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名贵的钻戒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有说过我没钱吗 好像没有 可 这怎么可能 若雪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不说就不说 谁稀罕 你 真不能做什么违法的事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以前不像 现在 像 林苏雪 林总 找你好久 求你救救我 求你救救我 吴信 你怎么来了 告诉我 陈二少在哪 我真不认识陈二少 今天事对不起 我向你赔罪 求求你告诉我 陈二少现在在哪 我要救吴家 吴信 你对若雪公司动手脚的时候 没想过你的嘴巴 吴信 若雪 传媒的危机 是你派人做的 怎么可能啊 我和若雪说话 你跟废物插什么嘴 事情又找个废了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吴信 不是 就算我真的认识陈二少 也不可能帮你 你走吧 很好 给脸不要脸 都给我等着 实话告诉我 伟格业和陈二少 是过命的军阵 等我找到陈二少 我就让他收回所有 若雪传媒的投资 到那个时候 也求救了事 让韩水贵 哎 爷爷 怎么样 打探到陈二少的消息了吗 林若雪是个贱人 见死不救 我们转自想办法 董事长 不好了 韩水贵突然派人封锁了公司 他说 他说要我家滚出雄号集团 什么 吴老哥 别来无恙啊 韩水鬼 我哪里得罪了你了 你要害我们吴家 吴老哥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我是奉命办事 你少在这眼前 你是谁 韩水鬼 这中海市 能命令得了你的人 能有几个 你直说 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们吴家 我说了 我是奉命办事 别做了这么绝 希望你以后别后悔 对 等我找到扯了手 有你好看呢 吴之手 你能去再找我吗 放肆 你是什么狗东西 给我滚过来 你聋了吗 给我滚过来 兔崽子 陈少 四年没见了 今天总说在这里见到你了 求求你 救救我们 你是陈二少 哎呀 陈二少 对不起 陈二少 对不起对不起 我狗眼不是泰山 陈少 含水鬼 含水鬼 你有怕的时候 今天我陈少在这 看你敢动我吴家试试 如果是我 要动你们吴家呢 哎呀二少 你开玩笑吧 只要你开口 要我这条老命 我也绝无厌远 不过 陈少 你要我死的个明白 林若雪是我的女人 你的宝贝孙子 动了我的女人 这个理由够吗 混账 你做了些什么 哎呀 二少 我这么说 都是为了您啊 林若雪那样的鸡皮 那就是送给 二少最好的礼物 我接受林若雪 那就是为了 让她和那个 废物苏晨离婚 只要您一句话 我立马让 那个废物苏晨 从中海市消失 当着我的面 骂我是个废物 哎呀二少 你听错了 我是骂那个 废物苏晨呢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苏晨呢 哎呀 你别开玩笑 人家废物啊 那就是中海市 苏 苏晨 苏晨 啊 你还敢冒充 蠢货 除了陈少 整个中海市 谁还能指示 谈水鬼做事啊 你这不是把我们 推算绝路吗 我错了 爷爷 二少爷 我管教不严 这个混账的东西 要杀要剐 任凭你处置 二少爷 对不起 求您救救我们无侠 都弄错了 开头 这巴掌是你该受的 我会收回熊号集团的所有权 至于你就留在这儿 将功赎罪吧 这个惩罚 你服不服 服 感谢 二少爷 不杀吃人 你爷爷比你聪明 你应该庆幸 二少爷 我这个袖子 还不谢谢二少爷 小屁 少爷 我查到无信追求林洛雪 另有隐情 嗯 好 我当人调查发现 无信和林洛雪 从相遇到最后 都有人在暗中引导 只是 我没能查到 他们最后的身份 中海市 还有你查不到的人吗 我猜测 他们并不是中海市 我不管是哪来的 继续查 是 少爷 少爷 你怎么来了 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家族 公司的玉大集团 现在已经花到您的名下 恭喜啊 少爷 这是好兆头啊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这明显就是 家族对我的一种考验 如果我连这个管理 都管理不好的话 我还怎么接手家族呀 玉大集团 虽然在中海市啊 可谓首屈一指 但是 以您的实力啊 肯定没问题 行了行了 别拍马 逼了 你说一说玉大公司的情况吧 玉大集团 当然最近啊 准备进去娱乐圈 明天有一个流量明星 过来面试 你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见一下 行 我会去的 啊 对了 你给我准备一份 玉大集团和 若雪传媒的合同 嗯 好好好 行 那没事的话就 封我回家吧 好嘞好嘞 若雪还等着我吃饭 嗯 好 回来了 先吃点 你先吃吧 我好累 我歇会儿再吃 最近公司很忙吗 你说呢 陈北住之后 公司的业务就越来越多了 当然忙了 累的话就休息 那怎么行 虽然我没见过陈北 但他就楼入水传媒 更是公司的金主 我怎么能让金主失望呢 再说了 如果公司能一步步变好 就算再累 我也是开心的 你开心就好 你快 吃点吧 吃完 回去休息 诶 对了 明天我表弟和舅妈 要来常住了 妈说要把你的房间 收拾出来给他们住 谁 李天 他那家怎么又来了 他原本在熊号集团工作 说是辞职了 实际上就是被开除了 还说要来公司帮我忙 这话我可不相信 一里一天那性子 不给我捣乱就算不错了 这娘的 确实让人偷偷 尤其那表弟 干啥啥不行 吹牛递 行了 你少评了 你明天开我的车去接他们吧 我打车去公司 不用不用 我一会儿自己找辆车就行 也行 随便你吧 不过 说来也奇怪 最近我都没怎么看到吴姓了 总算是能清静一些 你放心 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少爷 您要的车 我给您送回了 我不是说低调一点吗 以您这样的身份 这个车已经很低调了 我 哎 哎 少爷 咖啡 我今天有事 好好好 小妈 苏晨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我们都等了十分钟了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就是 我腿都蹲麻了 表姐也真是的 最少也应该派个秘书来 派你来不是丢我的脸吗 别处在那了 赶快把行李箱翻上去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我的天 这车要一百多万吧 我就说你表姐家有钱吧 哎呀 妈 这还得看跟谁比啊 以前我在雄号集团的时候啊 那认识的有钱人多了 哎 别的不说 这雄号集团的少东家 吴姓啊 就是我哥们 哎 车奥匙给我 我来开车 不是 你有驾照吗 墨迹什么啊 这车是洛雪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等一会儿我见到洛雪啊 让他把这车给我儿子 看不看 小心我中你 舅妈你们到处看看 我们一会儿就吃饭 好 哎 门口那车谁的 我的 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没多少 这房子不错 以后我也要买到这样的 洛雪啊 哎 这套房子多少钱呢 大概三千万吧 才三千万呢 我儿子的能力啊 赚三千万 那不是什么分钟的事情 你们啊 可千万不要不相信 在雄号集团的时候啊 那可是公司的精英 整个公司啊 都只望着他呢 嫂子来了 拌菜马上就好了 呀 这是小天吧 都长这么大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就到他 妈我去吧 哦不用不用 你们聊 我去就好 大妹子啊 有个小事跟你说一下 我们家小天啊 喜欢若雪那辆车 能不能见他晚几天 车 什么车啊 若雪 什么时候又买车了 哦妈 那车我查过了 一百多万 新款 整个中海市啊 就那么几辆 就开开呗 反正弄不换 大妹子啊 就一辆车而已 又不是见了不换 你不会那么小气吧 怎么会呢 不就是一辆车吗 我做主了 和我这辆车 就给小天开了 谢谢小妈 妈 真不行 那车不是我的 是苏晨的 真不行妈 那车不是我的 是苏晨的 苏晨 你怎么还给他买车呀 若雪 你竟然舍得 给那废物买这么好的车 你这么有钱 怎么不说 给你表弟买一辆呢 对对 我要一辆 比那废物更贵的车 那车是用苏晨 自己的钱买的 跟我没有关系 若雪 你这么说话 就没意思了啊 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买这么好的车呢 不借就不借呗 何必找 这么敷衍的理由呢 有些人呐 有钱就忘本了 六亲不认呐 就是 我特地辞职 过来帮表姐的忙 表姐不领钱也就算了 既然还 妈 要不我们走吧 既然人家不待见我们 我们待在这干嘛呢 说不准啊 一会儿他们 还会给我们 做过的沙发消毒呢 别别 嫂子 苏雪不是那个意思啊 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 闭嘴 这是你舅妈 怎么说话的 嫂子 咱们是一家了 咱们还说两家话呢 这车子的事情啊 我做主了 以后啊 就给小天开 啊 怎么了这是 泡个茶都这么久 要你什么用啊 你赶紧起开 看见你做饭 你先回去吧 我等会儿 我等会儿和你说 你怎么在我房间 妈不是把我房间 让李天住了吗 那 你也不能住我房间啊 那 那我随大马路上去 我没这个意思 今天谁让你生气了 苏晨 对不起 妈今天把你的车 拿给小天去开了 我没拦住 我没拦住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你买车的钱 转给你的 不用 一辆破车而已 我不在意 破车 那车至少要上百万 怎么到你嘴里 就成破车了 还有 你就不生气 我也没有生气 我真的不在意 你就吹吧 自己的东西都不争不强 怪不得天天被妈说 不跟你说 我要睡觉了 我警告你啊 晚上给我老师店 别偷偷爬上来 放心吧 我发誓 你睡了吗 嗯 没呢 你说 冷吗 不冷 是假的 我冷 这样肯定明天早上 得感冒 你来床上睡吧 不过先说好 不准碰我 遵命 睡这么快 你是猪吗 下午 少爷 打扰到你了吗 什么呢 少爷 您要求的 巨大与弱血传媒合作的 相关合同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等会儿去公司收线吧 你这个臭屌子撞到我的车 你知道我车多少钱吗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大姐 我车挺好的 你撞了我呀 怎么着你还想碰瓷是吗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不是 你是 干嘛 你还想打我是吗 你知道老娘 你还敢挡 信不信老娘一只好 你在中海是混不下去 行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让我怎么混不下去的 曹文姐 老祖宗啊 你怎么下来了 刚刚好像确实是我们不小心 不是他的错 你可是要被 玉大鸡蛋签议的明日之星 不要被这个臭屌子给翻了眼 唐姐 我们一会儿还要去见玉大的老板 你就别为难他了 之前给他收车吧 好 交给我处理吧 今天老娘心情好 拿了钱赶紧滚 以后不要出现在这种烦事 唐姐 你 滚奶奶快上车吧 不能迟到啊 哎 少爷 他就是当务明星方怡 在娱乐圈口碑非常好 哦 对了 他现在就在公司 你想见的话 我就让他过来见一见 果然是他呀 少爷 你认识啊 哦 算是吧 让他进来吧 哦 行行行 八爷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玉大集团的董事长 董事长 你好 搞墨镜摘了 哦 好的 脱带进来 不错 是个苗子 作用给他准备一下 好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栽培 你先别急着高兴啊 这个签约前呢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准确的说 应该是还给你 是你 对不起 董事长 刚刚在楼下没有认出你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是一大公司的老板 你就不用跟我照相 没有 董事长 我知道错了 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当时你没有下车 你连进这个门的机会都没有 你要记住 公司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有德行 能积极引导群众的明星 门口那个是你经纪人吗 是 天鹤 赶紧放 嗯 好 明白 出去吧 你竟然还敢缠着我呢 康姐 不要 你竟然还敢缠着我呢 康姐 不要 我 你竟然还敢办我 快来人啊 你过来 过来啊 你信不信我让你老板把你开除了 康姐 快起来 陈老板你终于来了 我是唐琪琪啊 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的 他这个臭屌丝 他竟然敢打我 你可一定要帮我做主呀 唐琪琪是吧 你被开除了 好 就这么办吧 少爷 这合同是直接送到若雪传媒公司吗 不用 那样太明显了 若雪应该会亲自来一趟公司 到时候你找一个人送给他就行了 嗯 好 哎 等一下 那个最近我让你暗中关注的那个 秦宏与这姑娘怎么样了 秦小姐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需不需要我们暗中帮忙她 不用 那个我会亲自去 我的身份呢也不用隐瞒她 嗯 行 对了 我这个妹妹呢 她比较喜欢方怡 方怡签名这种 衣服或者鞋的什么都可以 行 我这就去办 李天 这次遇打娱乐招标 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事 哎呀 我知道了 表姐 先挂了 赶小瞧我 这次我就拿下合同 狠狠打你们的脸 喂 我是来找你们谈合作的 待会儿去见你们主管 请问你有预约吗 预约 什么预约 主管公务繁忙 需要您提前预约 嘿 你知道我谁吗 我来跟你们公司谈合作 是给你们公司面子 赶紧 让你们主管 滚拆见我 保安 请这位先生离开 好大胆子啊你 你知道我谁吗 我李天 李天 没听说过 熊号集团知道了 熊号集团无姓 是我兄弟 你难道不知道熊号集团 给遇大于乐踢鞋的不配吗 带走 德姐 我错了 你叫谁大姐 敢再遇大于乐惹事 你走得了吗 不是我 是 是弱雪传媒指派我来的 这跟我没关系 你是弱雪传媒的人 千真万确 我是被逼的 抱歉先生 刚刚不知道您的身份都有得罪 这是这次项目的招标合同 总经理让我交给弱雪传媒的人 合同已经盖过章了 只要贵公司同意 合同立即盛效 小语 当初我被人追杀 刘洛忠还是 如果不是你救我 我恐怕也撑不到今天 我说过 我苏晨有恩必报 小语 和我在一起吧 我是真的喜欢你 张军 你这是私闯民宅 你再不出去 我就报警了 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 什么名牌包名牌车 我都能给你买啊 我不稀罕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不喜欢你 我心里不要骚扰我 小语 你真的这么确情呢 没关系 你会答应 啊 不来吧 来 你听不懂是吗 原来你已经有相好了吗 我说你怎么不答应我呢 你臭屌子 我叫苏晨 以后有事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你要是再敢骚扰她的话 我让你这个人 彻底消失 苏晨是吧 好 你给我等着 小语 刚定人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前两天遇到的 一直在骚扰我 烦死了 好了好了 不听那些不开心的了 倒是你 有了老婆 忘了妹妹 这么久都没来看过我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嗯 确实最近有点忙了 不过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你个穷鬼 还有钱买礼物呢 你不是跟我说 你喜欢方怡吗 所以我 我 我特地 给你 给 饿了吧 我 我 去给你弄点吃的 这个方怡啊 真的想整死我呀 喂 苏晨 你回来吧 今晚家里要办庆功宴 庆功宴 什么庆功宴 礼天的庆功宴 礼天的庆功宴 舅妈吵着让我给礼天一些单子 因为我对于玉大的这次竞标 没抱什么希望 就让她去了 但没想到 她竟然谈成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现在回去 有我的命令在 若雪传媒就算是派过去一条狗 都能把合同调回来 我突然间有点事 我得先走了 你不留下吃饭了呀 这不是吃了吗 不 你今天先收拾一下行李 明天我带你去的地方 去哪里呀 还要收拾行李 保密 明天你都知道了 你先走了 大妹子啊 我说的没错吧 我们家小天一来啊 就帮了你家大忙了 几千万的单子啊 说拿下就拿下了 哎呀妈 这都是小事 当时我一报我的名字 那遇到的那些领导啊 就都毕恭毕敬的出来迎接我 哎呀 这签合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 我们家小天啊 真的是太有从事了 小天这次啊 干得不错 下次啊 再接再厉 我可不会像某人一样 这么废物 只会吃软饭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 再怎么着 书成啊 也是我们家里的人 给口饭吃吗 那也是应该的呀 小天啊 麻烦你平时有空啊 都带带他呗 我带他 我很忙的好吧 那倒也是啊 书成啊 你也别灰心了 以后啊 好好地跟着我们家小天 好好学 好好看 哪怕学会那么一丁点啊 也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 嗯 能吃饭吗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真是个饭头 话也不能这么说 能吃啊 也是福气嘛 书成 以后啊 你就跟着小天干 要是干不出名堂 就离开公司 哎 没事 你别麻烦你小天 我今天这样挺好的 你倒是洒脱 你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你看看人家小天 妈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他 他是我老公 没事没事 啊 那个我吃饱了 你们继续吃啊 我们继续聊 我该回方圆了 好 辛苦了 赶紧睡觉吧 心情不好 睡不着 今天李天他们那么说你 你怎么一声不吭的 吵架方面 我可干不过舅妈 我跟他吵架 那不是找罪手吗 就你有理 对了 郁大的事情 你怎么看 以公司和李天现在的实力 不可能拿得到郁大的合作 而且麻烦的是 他现在立了工 很难让他离开公司了 你想要那离开公司吗 我这个表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也看到了 他当初进公司 就是舅妈和妈安排的 在公司这几天 把营枪部弄得屋檐仗起的 好了 你也别担心了 不过你最好还是注意一下 营枪部的流水 李天他可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什么意思啊 我查了一下 他因为之前是私吞了公款 才被雄号集团开除了 他现在在那儿做主管 权力那么大 他肯定忍不住 他怎么敢 你这个表弟啊 他的胆子比假象中大多了 好了 快睡吧 小语 你觉得这个别墅怎么样 书辰 你怎么带我来这里了 我们快走吧 等下被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走什么呀 你的别墅 咱们干嘛要走呀 我的别墅 这个才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开什么玩笑 这种别墅 哪是我这种人敢奢望的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 我信 我信总行了吧 我们快点走吧 等下真的被别人看见了 完了完了 又被发现了 真的没事 尊敬的业主 你好 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代表蓝景别墅区 给您带来诚挚的问候 进来吧 尊敬的业主 您 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能是我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这儿的业主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你是这儿的业主 你知道这儿好像多少钱吗 一亿亿啊 你这个棋地名称臭屌丝 你这辈子买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是迷路了 不小心走到这里的 我们马上就走 想走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入室盗窃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偷东西 真的 你到底想干嘛 什么叫我想干嘛苏晨 要不是你 我能被遇到开除了吗 要不这样吧 现在你们两个跪下来求求我 我考虑下一个放过你 你真是一点记性都不着呀 喂 唐琪琪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吧 你们的员工羞辱业主 三分钟之内 我要让你们拦紧 给我一个满意的当 你就接着装吧你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你要是这儿的业主了 那要免费让你 喂 已经敢隔壁业主 经理 不是不是 那个苏晨 他就是一个奇迹店名称臭脚丝 感觉苏先生不尽 你被开除了 我们走 苏晨 这个别墅真的是你的吗 以前是我的 现在是你的 不不不 我可不能要 太贵重了 那可是一个亿啊 我做梦都不敢想 小语 我是不是答应过你 要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这才一个别墅 你怎么就拒绝了 不可以 实在太贵重了 我住在这么贵的别墅里 我不失眠了 你忘了张俊了吗 你之前住的地方不安全 你搬到这儿 这儿保安也好 而且离我公司还近 这最余公司 是真的近吗 对啊 我还能经常来看你 那你说话算话 你要经常来看我 我当然说话算话了 不过 我住在这里也可以 我有一个条件 嗯 别受了所有权归你 我只是赞助 如果你不答应 我立马就回家 好好好 我答应你 那你现在能搬过来了吗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想知道吗 想 好 过来接我 你不是喜欢方怡吗 对啊 她是我最喜欢的偶像 也是我最喜欢的明星 不过听说 她和于大签约 准备拍摄新剧了 应该短时期 不会再见到她了 你马上就能见到她了 什么意思啊 不想不听不吻 是否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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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惹我老婆大人生气了 还不是我那个表弟 还能有谁 我前天听了你的话 去查营销部的账 结果发现了上百万的漏洞 就是没证据 我拿她也没MAP 李天仁呢 谁知道开着你的车 去哪鬼混了 我巴不得他天天不在公司 好了 你别生气了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 咱们先吃饭吧 吃饱最重要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 去见一个朋友 男的女的 吃虾 少爷 刚接到消息 李天开车撞人了 现在已经偷偷逃回到林家 刘日他果然是个祸害啊 上场情况怎么样 情况很严重 这个小女孩是吴家的人 吴姓的妹妹 没错 要回林家吗 我来接你 不用 我直接去熊号集团嘛 嗯 妈 怎么突然叫我回来 出什么事了吗 苏晨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苏晨有点事情在处理 有事吗 当然有事啊 天大的事 你知道苏晨哥干了些什么吗 他开车把人给撞死了 而且还肇事逃逸 这是天大的罪啊 要坐牢的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我早就看到小子啊 不是一个好人 当初让你们离婚啊 你还不乐意 现在好了 闯了那么大的祸 要是我儿子啊 敢闯那么大祸啊 我非打死他不可 若晨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叫苏晨 滚去论罪 这样还能少看几年 哼 我估计啊 那非吧 可能已经被抓走了 妈 你是怎么知道苏晨装人的 小天说的呀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小天 我 洛雪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我就是有些好奇 表弟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 是苏晨撞人的 而且这几天 苏晨的车 不一直是表弟在开吗 那他拿什么车撞的人 共享单车吗 李天 你还真是可以啊 不但肇事逃逸 还栽赃陷害给苏晨 你不用狡辩 道路上到处都是接口 到时候一查就知道 对呀 那辆车 是小天考虑的 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啊 小天 你告诉他们 这次跟你没关系啊 就是我撞的人 怎么了 他自己走路不看车 还能怪我 小天 你 你怎么干的呀 你这次闯下这么大的祸 没人能救得了你 去自首吧 喂喂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你们怎么狠得下心来 竟然让我儿子去坐牢啊 进去 那您想怎么办 现在只能选择自首 争取重新处罚 那苏晨去啊 本来就是她的车子撞的 她是一个废物 让她去是最合适的 我们家小天 可是公司的顶羊柱 没了她 看你们公司怎么办 这跟苏晨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李天壮的人 嫂子 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还想什么 让苏晨去顶罪啊 那是看得起她 还有啊 当初是你们要把车子 借给我们家小天的 现在出了事情啊 你们要负主要责任 必须处理好 对对 当初是你们非要把车子借给我们了 现在要怪 也怪你们了 嫂子 你说这话可得挺良心啊 够了 你们可真是我们家的好亲戚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了 李天 你要么去自首 要么等着被抓 我不可能让苏晨给他顶罪的 洛雪 我可是你的舅妈啊 你什么态度啊 我没您这样的舅妈 妈 我们走 我呸 竟然让我的儿子去坐牢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万恩负义的亲戚啊 哈 儿啊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啊 回去坐牢吧 啊 不 不会的 应该不会的 我就撞死一个人嘛 呃 应该没什么事情 有了吗 我现在啊 就是找熊号集团的老总部系 他一定有个办法的 他一定会出手帮助 儿啊 你已经不是熊号集团的员工了 他们会帮我们吗 啊 啊 我听说啊 这个吴信一直在追求表姐 我只要耍一点小手段 让吴信得到表姐 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 那太好了 我们赶快去找他呀 啊 是 先对我 数一的 快不等我 啊 陈少 哎呀 抱歉啊 我都不知道你要过来 啊 我打电话让我爷爷过来 啊 不用 这回我是来找你的 听说你妹妹出了车祸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哎呦 那谢谢说要关心 我妹妹已经脱离危险了 哦 那就好 我们呢 已经查到 赵氏司机是谁了 会给你们交代的 哎 不敢 陈少麻烦了 喂 陈少 有个叫李天的人要见你 李天 不认识 现在什么 猫狗都来找我的吗 你老子里装的是屎吗 哎 我认识啊 这个人是我老婆的表弟 把他笑了 哎呦 对不起陈少 我不知道 没事 一会儿你就会都明白了 啊 上了吧 哎呀 我就说了 吴少是我兄弟 他们还不信 狗一看人提这东西 哎 哎呀 吴少 哎呀 总算见到你本人了 你还记得吗 刚进公司那会儿啊 您在公司大会上说 只要进了公司 咱都是兄弟 当时啊 我 鼓掌鼓得最大声 您还看我一眼 你记得吗 啊 记得 记得 有什么事吗 听说呀 您不是在追林若雪吗 哎呀 我跟你讲啊 林若雪 哎不是 林若雪啊 是我表姐 哎呀 我现在就住在他家呢 只要你想 今天晚上 我什么时候追林若雪了 啊 我那是尊敬 啊 尊敬 对对对 尊敬 尊敬 我是若雪她舅妈 她小 我就喜欢那孩子 是是 我也很尊敬我表姐 你看 你跟我表姐关系那么好 有件事情 哎 小青你帮一下忙了 帮忙 啊 说说看吧 也不是什么事啊 就是呀 我开车 不小心撞了个人 我开的也不快 就一百来马 你说那个女人 她过马路 就算有人行道 她怎么能不看路呢 是不是 事后 表姐你落雪 还让我去自首 哎 你说我去给她一个 借名赔命 她配吗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呀 就让那个废物苏晨去顶着 啊 就当废物利用了 无上 您觉得怎么样 无上 您这是怎么了 真是一出好戏啊 您是 你可以叫我陈北 这声音怎么流点耳少 陈北 陈家二少爷陈北 陈家 我怎么不知道 妈 别乱说 云城陈家 富可敌国 全是滔天 普通人啊 根本接触不到 你刚才说 让谁去顶罪啊 是 是林若雪那个废物老公 苏晨 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你 你为什么要 置我于死地呢 不是您 我说的是那个废物苏晨 是让他去顶罪 如果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呀 您身份那么尊贵 怎么可能是 苏晨 怎么是你 这怎么回事 苏晨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充陈家少爷 啊 这纯少无理 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 也算是给你妹妹一个交代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李天 撞到那个女孩 就是你妹妹 恭送纯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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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苏晨 你给我姐夫 你给我 别打了 别打了 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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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李天母子都走了 你怎么还赖在我床上 我这不是怕我陪你陪的习惯了 不陪着你失眠吗 谁要你陪 我上班去了 哦 我送你妈 你不用去公司了今天 妈今天生日 你去买点礼物给她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先拿着 给妈买礼物 用你看看 我用自己行 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妈喜欢古董 你挑一个古玩字画就行 嗯 你放心吧 上班去了 走了 喂 今天我丈母娘生日 给她挑个礼物 张绍 我女儿可是中海市的青年才具 要长相有长相 要能力啊 有能力 阿姨 实际上 我早就关注林小姐了 十分仰慕啊 那不是真好吗 张绍 你一表人才 相信我们家若雪 一定会喜欢 妈 我回来了 是来客人了吗 若雪啊 你来得正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来自龙都张家的张俊 林小姐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张先生你好 张绍 怎么样 林小姐气质不凡 我很满意 妈 你们在说什么呢 女儿 张绍仰慕你很久了 这次是特意从龙都啊 跑过来见你的 仰慕我 张绍 我只是经营了一家小公司 我的名气还没大到 能传到龙都吧 林小姐谦虚了 张绍 怎么还叫林小姐呢 名太见外了 叫若雪就行 好 来来来来 坐 哪有这样子聊天的 妈 您这么做 让苏晨怎么想 想什么想 烦了他 我还不能介绍朋友给你 而且啊 今天是我生日 你看 他人跑大去 他这不是出去给你买生日礼物去了吗 一会就回来了 他这副穷酸样 能买什么礼物给我 阿姨 知道今天是您生日 我给您准备了一份 您 别嫌弃啊 知道您喜欢古玩字画 我特地为您选 您 长长眼 后赤逼赴 很贵吗 妈 这可是国宝 价值连城 这么珍贵的作品 我们不能要 长长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咱们不说 那不是不给他面子吗 阿姨说的对 今天是您生日 您最大 哈哈哈哈 若雪 回来了 啊 怎么是你啊 苏晨 是不是很意外 苏晨 你们认识 他还不配让我认识 张绍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 之前和苏晨兄弟见过一面 不过过程嘛 不是很开心 好啊你 竟然给得着张绍 你来干什么 阿姨 看来你们家对我 不是特别欢迎 我 怎么会呢 张绍 苏晨就是这样 不会说话 张绍 您别介意啊 好 既然阿姨您都说话了 那您的面子 我自然是要给的 不过今天天色也不早了 我又将本质了 改天再来拜托阿姨 你看看人家张绍 不但身份尊贵 还这么有气度 再看看你啊 整天混吃等死 就连我生日 连这生日快乐都没有 但凡你有点长进啊 我就不会天天骂你了 妈你就是在针对他 他这不是没来得及 跟你说生日快乐吗 你看他特地出去 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这就是他送的生日礼物啊 一看就成路变得顺来的 我看你真是烦了 连我都敢骗 怎么了 你看 一样的 妈这是怎么了 刚刚张绍送了一幅字画 跟你了一样 我送的可谓并是假的 住嘴 张绍什么身份 丢人现眼 亏我还以为 你真的好心送我礼物呢 赶紧把他认了 妈您这是干什么 这是苏晨的心意 我看他就是来气我的 你赶紧认了 我看了就糟心 老公 对不起 妈今天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了 别想了 我没事了 你说 如果妈真的逼我们离婚 怎么办啊 怎么 你还有点舍不得我呀 你少往脸上贴近了 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张俊 给我的感觉就不像什么好人 你放心吧 最多再过半个月 到时候啊 你妈看到我 比看到亲儿子都亲 你又吹牛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我家人在哪 我父母是谁呢 到时候全都告诉你 真的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好了 咱们睡吧啊 嗯 我明天送你去上班 哦 不用 明天 我约了同学去吃饭 同学 男的女的 女的 放心了吧 漂亮不漂亮 你是不是找死了 把灯关了 少爷 秦宫宇小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在公司给她安排一个职位 这些年她受了不少的苦 你好好照顾她一下 嗯 好的 还有什么事吗 少爷 当初另用无信接受少夫人的人 含水鬼已经查出一些眉目了 嗯 说 说一次说完 根据调查显示 那些人听力于陈家 没想到三年了 我这个好大哥还是喜欢用这种肮脏的手段呀 大少爷知道家族给您的考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 三年苦行 他的目的就是逼您露出真实身份 或者将您赶出临驾 这样您就会被判定考验失败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 少爷 等 三年制约还有不到半个月就结束了 时间一到 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 三年了 没想到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好大哥 已经忘了我的手段 七七 你怎么了 看着不太开心 那天我失业了 啊 啊 前段时间不还挺好的吗 别提了 我最近天气都遇到那个臭男人 臭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那个方姨不是要入职遇大吗 嗯 然后我陪她一起去 在公司门口遇到一个骑电影车的臭屌丝 她不仅撞了我的车 还要打我 最后害得我直接被遇到开除了 这人太可恶了吧 还不止这些呢 前段时间 我托人给我找了个管家的工作 嗯 我本来以为可以借此 结交各种达官贵人 结果 我第一天上班 就遇见她了 她冒称我们别墅区的业主 被我揭穿了 她还不承认 把我们经理都给忽悠住了 害得我当场都被开除了 会不会 那个人真的是业主 我又不是傻子 我一开始也以为她是个隐藏富豪 后来我去调查了 那个别墅的业主的名字叫秦鸿宇 不是她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倒霉 两次都能碰上这个骗子 不过还好 我脱关系找了曾家的路子 曾家 是那个开古董拍卖会的曾家吗 嗯 对 后天我约了曾少吃饭 到时候若萱你陪我一起去吧 啊 这 你陪我一起去嘛 这次可能是关我们前途 而且只有吃个饭而已啊 好吧 若萱我刚刚去你家找你啊 你没在 阿姨说你在这边吃饭 我就过来了 张先生您这是 若萱 我知道你不喜欢苏晨 苏晨呢 他也不上 我才是你的白马王子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张军 哇 好大一颗钻呀 若萱 你的面也太好了吧 这么有钱同好喜欢你 快嫁给他 嫁给他呀 若萱 嫁给我吧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张军你干什么快起来 若萱快嫁给他 嫁给他呀 你怎么不嫁给他呀 还有你啊 没完没了 你跟我老婆求婚 你当我不存在了 怎么又是你啊 琪琪你们认识 若萱她是你老公 是啊 怎么了 我跟你说那个臭男人就是他 不可能吧 离婚 必须得离婚 现在一个晚上 我俩自己的事 轮不到你插嘴 放着好多男人不当 非要当软犯男 真是恶心 呸 苏晨 看来你的废物是公认的 若萱这么好的女人 自然要配优秀的男人 你给不了他幸福 而我们 你这私信从哪来的呀 这里面随便扣下来一颗 你们祖孙三代 加在一起都买不起 我十岁今生 手底下数十家公司 摸过的钱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可是我才是若萱的老公 我十八岁考入清北 二十岁尽管双硕士毕业 二十岁考入咖啡法权毕业 我是若萱老公 我是龙都张家的继承者 资产百亿 我是若萱的老公 你 就算你 现在是他老公 我也可以 撬开你的墙角 是粉钻 至少八位数啊 若萱 这是价值千万的永恒之星 它是非洲最坚硬的钻石著者 它招式着我们 情笔精简 你再给我个 你这个 拿个玻璃出来装逼 你是个脑残吧 你胡说什么呢 这颗钻石可是我花了数千万买的 数千万我看看啊 数千万买个玻璃 你还真是个脑残 这就是你说的最坚硬的钻石啊 哎呀你还是真的去看看脑子去吧 这 这不可能吧 打扰一下 门口那辆跑车是谁的 马上快点开走 挡道路了 是不是我那辆价值两百万的跑道里跑车 不是 是辆价值两千多呢 限量款兰博基尼 我的车 不好意思 马上开座 我饿了 我们先回家吃饭吧 好 这人这两个傻子都要在一起 今天你的表现很不错 我很满意 那不想令我一个相吻吗 少平嘴 这不是在家里 能不能咬点脸 那意思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啊 那就 看你表现再说了 好了 快去把那辆车还了吧 试驾那么久 人家店里该找上门了 还什么车啊 那辆车啊 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哎呀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好 给我长脸 我很开心 你快去把车还了吧 快去快回 我等你一起做饭 晚了的话 你就自己等着要肚子吧 那个 去吧 等你哦 哎呀 苏晨有长进啊 今天的菜啊 看着不错 妈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们要发财了 我当然开心啊 发什么惨 嗯 还记得张俊 送我的那幅字画吗 那幅字画怎么了 妈 要我说 您当初就不应该收下 别软说 张俊可是我的大财神 那幅字画 今天有人问我买了 整整两个亿啊 合同我的签了 后天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妈 您不会被人骗了吧 哎 你个死孩子 瞎说什么呢 骗什么骗啊 你骗我也不是傻子啊 那幅画是宝贝 哪个人不想要 我我我可以 看看 你看得懂吗 两个亿的合同 你见过吗 妈 这有一个条款啊 那写的是 破品卖方保证 如果假货 就需要赔付五倍的货款 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要赔十亿 我当然看过了 人家买东西啊 有点担心也是应该的 况且 我们这个字画是真的 我怕什么呀 妈 就是 你有想过就是 他们 万一是假的 收藏家 那又不是傻子 假的东西 他能要吗 哪像你呀 弄付假字画来糊弄我 要不是我聪明啊 当时还真被你骗 妈 您能少说几句吗 苏晨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怕你被人骗了 还不吃了 真扫兴 我看他呀 就是嫉妒 你先吃吧 我去哄哄嘛 立刻帮我查一个人 我要知道他的全部信息 嗯 有意思 少爷 购买李清林自画的人 实际上就是张俊安排的 张俊这个人查了吗 已经调查清楚了 张俊确实属于龙都的人 但是张俊的背后 不是张家 而是大少爷 接触少夫人 就是大少爷之时的 不过张俊只是一名棋子 还不知道少爷您身份 我大哥这个人呀 还真是闲不住呀 你派人盯好就是张俊 陈南俊想出手 就断了他就说 好 遵命 财 出大事了 发现这公司被人给打了 什么 方爷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做我女朋友吧 韩少 我现在一心都在工作上 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你做了我女朋友 豪车豪宅 我都可以给你 还需要什么工作呢 韩少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还有事要做 先走了 韩少 请你自撞 你再这样我要报警了 别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韩泽看上的女人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放开我 你这样 我爸是韩水鬼 我看谁敢拦住 放开他 放开 荣誉 放开他 放开我 你算哪根葱啊 应该管本上的事 放心 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欺负我 你还在打我 看我不整死你 好 说说看 你要怎么整死我呀 好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本上说话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有 我还真不知道 你知道 中海三巨头之一的韩水鬼是谁吗 他就是我爸 然后呢 你信不信 只要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那你赶紧打 我还真想看看 我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好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喂 老爸 我 老子现在是瞒着呢 少叫我来过来 叫不来人呀 还是我帮你打的 你 你认识我爸吗 是 有什么好复 你儿子在我公司欺负我的员工 我限你二十分钟之内过来见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爸马上来了 你自己问问他的呀 那个 我还有点事 我 我先走了 等一下 动了我的人 你不给我个交代 你觉得你走得出去吗 少爷 爸 我 少爷 回去后 我一定严家管教 希望您能原谅他这一次 那走吧 谢谢少爷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等你啊 陪我出去一趟呗 这会儿出去啊 我答应了琪琪去陪他见他未来老板 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这个人呀 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吧 我知道 你们俩有矛盾 这不是之前已经答应好他了吗 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次 拉钩 行 若璇 你怎么把他也给带来了 苏晨这是担心我 所以陪我过来 你老板呢 他应该快到了吧 苏晨 都怪我 没有提前去接你 快坐 那你一会儿不得多喝三杯 讨厌 你明知道人家不能喝 就还让人家喝 这位就是林总吧 中海第一美女 果然货真价实啊 你好 这位兄弟是谁啊 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坠去苏晨 若雪的废物老公 其妾 好好好 我不说了 那我先去上个洗手机 你们聊吧 原来你就是苏晨 久两大名 想问兄弟这么多久啊 哪有什么高就 就失业在家 兄弟这是靠脸吃饭啊 真是五倍开摩 曾少 您要是再这样 我们就先走了 抱歉抱歉 我的错 我的错 那我自发一杯 林总 你看我们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 你也知道我们曾家的实力 要是我们两家合作的话 那一定赚得盆满盆满 能合作自然是好的 但曾家 好像是曾老爷子当家吧 曾少能做主吗 那是以前 说出来你也不相信 前几天我一小弟 在外面街上捡了一副古董字画 价值好几个亿 明天啊 就在我们家拍卖 等到时候钱到手了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合作 那 我再考虑考虑吧 曾少 他救救我 怎么了 刚外面有个最好 占我便宜 我不同意 他说要早上收拾我 我看他是活得不难烦了 连我的人都敢动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动你 在中海市 我看谁敢欺负我们曾家 我敢 韩少 救救他 给我带走 快救救我 你们好大的胆子 好好睁开狗眼看看 我是谁 认识我吗 我爸寒水鬼 您是韩少 现在还想出国吗 对不起对不起 韩少 是我下了眼睛认出你 曾少 快救救我呀 你不能犯了 我不管呀 起开 四级犯的错 别拉着我 韩少 吴 闻 谢谢韩少 韩少 知道你不答我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是吗 住手 你放开他 哎呦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极品 要我放了他也可以 你陪我喝酒 今天把我喝开心了 我就把他给放了 若雪 你快过来陪韩少喝酒啊 就是喝杯酒而已 又不会掉块肉 琪琪 你 交给我 你说 你让我老婆陪你喝酒啊 苏晨 你别在这装了 你快滚开 若雪 你快过来陪韩少喝酒啊 怎么跟苏晨说话的 小心我撕在你的嘴 苏晨 实在抱歉 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这里 更不知道是你老婆 就算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得罪您啊 苏晨 你就原谅我吧 我错了 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放完了 滚吧 谢谢苏先生 我这叫鬼 这叫鬼 苏晨 你和韩泽什么关系啊 他为什么那么怕你 你猜 苏晨 谢谢你救了我 以前都是我不对 以后 大家都是朋友 打住打住打住 我跟你不是什么朋友 我也没有必要去帮你 我只是看在弱雪的面上 还有 我再给你提个简 如果你要是再敢骚扰弱雪的话 我真的会让你从中海市消失的 交代吧 交代什么 你说交代什么 你家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寒水鬼的儿子 为什么对你卑躬取习的 还有半个月 就是咱们结婚三年的纪念日 到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真的不能现在就说 真的 麻烦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 苏晨 你明天陪我去参加拍卖会吧 拍卖会 什么拍卖会 就是一个古董拍卖会 听说要拍卖一件价值上义的瓷画 那可看和后吃皮肤同样等级的宝贝 我呢 想去这店市面 以后也开个古董店 说不定比你开公司还赚钱呢 你有没有觉得妈最近对古董入魔了 偷偷闷闷说什么呢 没什么妈 我就是明天有点事 让苏晨陪你去吧 我 老妈 那个 我陪你去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要来的邀请函 让你占便宜了 辛苦你一下了 我爸妈被人聘了 你去看这电影好 好不好 你最好 走 妈 他怎么也来了 你这个废物都能来 张绍这种青年才俊 为什么不能来 阿姨您来得正正好 拍卖会马上就开始了 哎 张绍 今天是不是要拍卖一件酒味数的宝贝 真的假的呀 应该是真的 不过阿姨啊 我送您的那幅字画也不错 那幅字还在您那儿吧 啊 在的在的 我放在家里呢 那个 张绍 你不是想要过去吧 不不不 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过来的道理啊 阿姨您放心 那幅字现在是您的 您是要卖还是要扔 都有您的便 那是 张绍 您可是大人物 自然看不上一幅字画 你看看人家张绍 再看看你 我当初啊 真是瞎了眼了 竟然会让你这个废物啊 进我家的门 呦 哎 这不苏晨吗 刚才没注意 我还以为是阿姨带着佣人 眼睛不好的话 找个医院看看 有病 得治 苏晨 你什么态度 怎么跟人家张绍说话的 哎 丢人现眼 真不敢带你出来 快就把车给我停了 知道 知道了 看来你是忘了上次的教训了 你要想玩 我陪你玩 我能玩 自己 装什么 如果不是怕耐误了大事 我非弄死你 滚开别动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住开 哎 陈少 是你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 您是 我是五年前 因为做生意破产 留了尖头 是你 给我了一个机会 哎 你是我的大恩人 哎不不 你不禁止我 那是我们真家的大恩人啊 没事没事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 您让我过去 陈少 你知道是有事 啊 没有 我就是随便看一看 这个拍摩行是你的啊 啊 是 拍摩行是我增加了一个小小的产业 啊 如果陈少 你该兴趣的话 我立马让人转让到你的名下 哦 没兴趣 那个 你先忙 我还有事 哎 好好好 哦 哦 哎 陈少 记得有空上我们家来做客啊 哎 怎么这么久啊 哦 刚碰见了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好像是增加的家主 你可真会吹牛啊 你既然说和增加的家主是朋友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哟 这还真不知道 你的脸皮 比我这鞋底还厚啊 哎 你们快看呀 宝贝拿上来了 今天谢谢各位的捧场 我代表增加 感谢各位 接下来要拍卖的这幅国宝 价值连城 也是我前几天偶然得到的 想必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那么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见诏国宝字画 后痴必复 这 这不是那幅假字画吗 他们怎么拍卖一幅假字画呀 好大的胆子 竟敢砸增加了场 哎 这好歹是我丈母娘 你把她打了 我没法跟我老婆交代是不是啊 是你 是你 你们好大的胆 竟敢在增加了地盘撒野 这 说话可以 动手可不行啊 明明是你们拿一幅假字画出来拍卖 还不让人说呢 好啊 你说是假字画 你得拿出证据 否则啊 你们今天谁都别想出这个门 证据当然有 真品在我手上 其他的自然都是假的 你这幅假字画 还是我女婿送我的 不过 慧眼十足的我 一眼就看出来 这幅是假的 我呢 直接就把它给认了 那你得拿出证据来 我还有照片呢 一眼就是假的东西 你说要是真品 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胡说 这幅字画张绍送我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张绍 你快过来说 张绍人呢 张绍 那你知道上面的印章 是谁的吗 苏氏的呀 我查过了 这幅字画 不就是苏氏写的吗 妈 那个后痴迷腹呢 是苏氏写的 但你这个玩意儿 可能没什么关系 不 咱们是骗过他吗 挑事挑到本少头上 来人 给我把他们赶出去 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自己会走 妈要不咱们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幅字画是假的呀 算是吧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是你成年把他 当宝贝一样护着 我连看都没看见 不是再说了 我要是说的是假的 你能信吗 哎呀你真是气死我了 那可是价值上义的宝贝啊 我怎么就给扔了呢 哎呀真是造孽呀 不行不行 我得知道他们要回来 哎妈 你现在这样进去 他们会把你扔出来了 你先回去 这个事交给我了 垃圾堆里白捡两个多亿 老爷子要是知道了 肯定很开心 谁啊进来 曾少 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苏晨 你怎么来了 后吃必复的法定拥有人是我 你擅自拍卖我的东西 已经触犯了法律 如果你现在把东西还给我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是苏晨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两个多亿的东西 你买得起吗 这个是当初购买的票据 机会给你了 怎么选你自己的 苏晨 要不这样吧 我也给你个机会 写个免费转账三军给我的 否则的话 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 来人 你确定要和我作对吗 不是苏晨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就是没得谈了 你是晚辈 我出手的话是欺负你 还是让你家的长辈 来跟你说吧 进来 爷爷 您怎么来了 混账东西 你连陈少的东西都该讲 想包括我们正家 一起拉出去死吗 陈 陈少 哪个陈少 陈少 这是你的东西 请你收下 我这个不消之声 你要交给我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老爷子 你把年纪了 不用发那么大 孩子不听话 给你打一分就好了 好好好 苏晨 你走 这上衣的宝贝啊 怎么就认了呢 妈 您先别急 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您的身子最重要 刚刚不是说 苏晨去交涉了吗 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就他 这废物 说不定啊 早就被人认出去了 喂 是谁 李女士好大的火气啊 张先生 我不知道是您 你有什么事吗 李女士还真是过人多忘事啊 前这两天就会到账 那幅字画是不是该给我了 张先生 你能不能还两天 怎么 你是想毁约吗 和弄上可是白纸黑字的写着呢 你如果毁约或者给我一张假字画 就要五倍赔付 也就是整整十亿 十亿 妈 你被张俊骗了 两位 偷赛的 张俊 你居然敢送假字给我 什么假字啊 我只知道我送你的时候是真的 至于什么时候变成假的了 我不知道 你混蛋 有力气生气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把钱给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妈 那个收藏家呀 就是张俊的人 从始至终 就是他下了一个套 这 苏承说的是真的 是啊 那又怎么样 只能怪你们自己 太笨了 张俊 你这么做是违法的 我要报警 报警啊 你有证据吗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 这白纸黑字 你还想赖账 你就算是把我公司卖了 也凑不够十一 你若学有困难 我自然要体谅一下 这样吧 你们答应我两个条件 这事就算了 什么条件 第一 你立刻和苏承离婚 第二 跟我去一趟云城 我不可能和苏承离婚的 还有 去云城做什么 这是因为贵人要求的 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照做就是 如果我不答应 那就准备 砸锅卖铁还钱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还不了钱 可是要坐牢的 不要 我不要坐牢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还有个人呢 怎么了苏承 你想求饶吗 你要是下跪的话 我可不答应 你想什么呢 字我已经要和来了 什么 真品的后吃必复 好女婿 太好了嘛 有真品在 我们就不算违约了 增加的人脑子被迷踢的吧 又没踢你脑子 你操什么心 行 苏承 你有所 我想看你了 我可没说 你能把这个带走 你给我十亿 话你带不走 钱我也不会给你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我告诉你 你们所谓的什么 那个收藏家张先生 我猜 他已经被我的人控制住了 你说他会不会 把你给供出来 放屁 你好 我有情提示 警察 应该已经放门口了 苏承 你有种啊 我背后的是位跪 他的是你超乎你的想象 有一天 我要你跪下来救我 跪下来 救我 来来来 多吃点 好补补 我真吃不了这么多 你家菜多了 你 你这年轻的时候 这才吃多少 就吃不下了 妈 我也 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不长手啊 是不是想喂你吃啊 妈妈 那个 你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问吧 那个 其实 也没什么 就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那两个混蛋是串通在一起啊 哦 我就找我朋友问了一下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啊 你也没问我呀 好像也是啊 吃饭吃饭 妈那个 我实在是吃不下 我有一点不舒服 不舒服 你笑什么呀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啊 吃饭 吃饭 喂 你好 请问哪位 我是林若雪 你就是林若雪 没想到不只长得漂亮 声音也好听 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事吗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和苏晨离婚 要么 你们一起死 你到底是什么人 再说这些我就报警了 不信 那我就先让你看看我的实力吧 喂 林总不好了 我们公司遭到了风沙 所有的伙伴全部都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项目都弄到了 这怎么可能 哪来的风沙 好像是云城里边下的力量 少爷 少爷 你在这儿吗 若雪传媒遭到风沙 出手的就是大少爷 我这个大哥终于忍不住了 不过请您放心 我知道后第一时间 向若雪传媒注资 暂时度过了危机 做得不错 但是那个陈南出手 可不是小打小闹 你让你的人提防一下 好 还有事吗 林若雪想请您吃个饭 请我吃饭 是请陈北吃饭 陈少 这次多谢您出手相助 不用谢 若雪传媒是我的产业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怎么了吗 陈少 我有个疑问压在心里很久了 希望我说出来您能不要生气 当然 请讲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这么帮我 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心里有数 若雪传媒虽然发展很快 但它在你们这些大人物眼里 依旧是个小作坊 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收益 反而有戒链不断 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想不通 您为什么这么重视它 因为 我看中的是 若雪传媒的未来 您说笑 如果没有您的出手相助 公司早就破产清算了 哪来的什么未来 陈少 虽然这么说 很有可能是我自足多情 但有些话 我还是想说 我是有老公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我非常感谢您 我欠您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一定会把公司发展好的 努力去偿还您的恩情 刚才的话 多有冒犯 希望您不要怪罪 时间不早了 我老公还在等我 我就先走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打电话给我老公 让他来接我 那个 我 我是你老板 不应该是我先走吗 啊 那我走了 别送我啊 喂 喂老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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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跑 啊 我就在旁边呢 啊 马上过来 好 若雪 啊 喂 你明天有空吗 啊 明天 应该没事吧 公司让我去参加一个名流宴会 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啊 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 我 我我害怕 哦 好好好 那你微信发给我吧 我明天 按时过去 啊 好 再见 嗯 我明天想请个假 你这几天去过公司吗 竟然能让你说出请假这两个字 真不容易啊 最近确实有点太忙了 但是明天我 记得早点回来 遵命 确定我那个弟弟今天会来这儿 是的 三年没见 真是想念 啊 啊 心愿大一段时间 还习惯吗 有你这个大老板照着 你说呢 怎么不接啊 没 没什么 黄语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潘子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真的是你未婚夫啊 你不要胡说八道 否则我就报警 你爸欠的赌债 把你抵押给我了 我不嫁也得嫁 算了 你干什么 我拉我自己老婆 关你屁事啊 苏晨 我不认识她 听到了吗 她不认识你 贱人 你 滚 老子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没事吧 先进去吧 嗯 我这弟弟真是厌福不浅啊 家里有个林若雪 在外面竟然还养了个小民意 大少爷 我要把二少爷弄过来吗 怎么 你想违反族规 杀了他一了百了 只要大少爷能执展家族 我们死而无患 蠢货 真正的强者 是要用脑子讲话的 我现在就有一个不错的行李 记得带上我珍藏多年的宝贝 普通的药可对付不了我这二弟 知道吗 知道了 大作人 哎 不好意思 刚才我喝了有点多 我 没事没事 不用了 楼上有换衣服的地方 要不然你 好的 我 是 真正的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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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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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你没事吧小语 你怎么了 不是不是 小语不是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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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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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晴香 好大的手笔啊 妈 我自己来就好了 太多了 吃不完 苏承 妈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 结婚也都三年了 是该要个孩子了 你妈我呢 一直想当外婆抱一抱孙子呢 我尽量吧 来来来 吃菜 以后啊 若雪对外 你对内 好好过日子 以前是妈妈不好 妈年轻时候啊 过多了苦日子 就想着 若雪不要走我的老路 张军的事情 让我彻底明白了 最重要的 还是要看人 这样 过几天 不是你们三座年的纪念日吗 你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也很仓促 没有办婚礼 就当妈 加工不过 在那天 给你们好好补办一个婚礼 三 好 好呢 你按的就好 谭森 你到底想干嘛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我是你老公 我找你天经地义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再敢骚扰我 我就报警 你胆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小心我弄死你 你没事吧 果然是你们两个 敢搞我老婆 小心我弄死你 三秒钟之内 你要是再不滚 我把你这条腿也给你卸了 等着 等着 我们走 昨天我们真的没有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大 我不需要你负责 我们真的什么也没发生 昨天我提前新醒了 就先离开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再说了 如果是真的 我早就找乐学姐 让她把你让给我了 小语 这件事情是有人陷害我 我会立刻解决这件事了 你最近 先不要出门 知道了 我的大老板 不用上班 还有工资呢 我巴不得 天天在家里 行 那我先走了 你有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 好 狗男女 早晚一天老子弄死你们 跟我走一趟 我们家到时候要见你 什么狗屁少爷 老子不见 疼 大哥 大哥 好 被人戴绿帽子的滋味 不好受吧 你是谁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就回答我 你想不想要报 如果想 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 她叫苏晨 林家的上门女婿 想要报复她 很久 她不是绿了你 你也可以让她戴绿帽子吧 放心 我会帮你 三年之约终于要到期了 恭喜少爷 我会和若雪补办婚礼 那天 我要以陈北的名义 迎许若雪 是 你要调动所有的资源 我要让这场婚礼 震惊整个中海事 干 喂你好 林小姐 久闻大名 您是 我叫苏西 龙都苏家大小姐 不过 我想你应该对我另一个身份 更感兴趣 我是苏晨的未婚妻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和苏晨结婚三年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你知道苏晨是什么身份吗 他是我老公 你难道就没发现 他从来没和你谈过他的家庭 他答应过我 过几天就会告诉我的 你真可怜 苏晨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陈北才是 你说什么 他是陈家的二少爷陈北 他入聚林家 他不过是为了完成家族的考验 你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工具吧 我今天来这里 一是为了看看陈北的女人 究竟是什么样子 二是为了警告你 考验即将结束 请不要再缠着我老公 这不可能 我不会相信你的 苏晨他不会骗我 妈我回来了 不如计苏晨呢 苏晨在哪 妈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苏晨那混蛋干的好事 这不可能的 感到那个女人说都是真的 这从来没有爱过 她一直在骗我 苏晨 妈 苏晨 你还我女儿 你怎么知道 若雪已经离家出走了 若雪为什么要走呀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给若雪解释 少爷 我们刚收到消息 大少爷已经来到中海市了 绑架林小姐 就是她支持的 若雪但凡少一个头发 我要让陈南陪葬 少爷 陈南现在已经动身 准备离开中海市 传我的命令 动用所有的人们 我要向陈南宣战 少爷不可 这样您会被判定 考核失败的 我没有说清楚吗 封锁整个中海市 我要让中海市 成为陈南的坟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